全副武装喷洒消毒液 双北疫情火苗烧向全台 台中大理区更接连传出 两名感染源未知确诊个案 还曾经到当地豆浆店 自助餐店用餐 环保局19号一早 紧急派约前往消毒 当然会担心啊 因为每一个都很恐慌啊 我吃点早上就知道了啦 现在就停业啊 然后我们全部消毒啊 旧波社区防火墙沦陷 台中市府也快马加边 设置10处快筛检测站 分别位在丰元医院 台中慈禁医院 同纵合医院 光田医院 国军台中总医院 台中荣总 中国一大附设医院 中山一大附设医院 部立台中医院 与中港澄清医院 提供民众免费做筛检 这几天准备的情况 我们一天可以做PCR的 检测的量能 是可以超过 1000位病人的量能 不过比台中民众更紧张的 恐怕还有桃园市民 因为截至5月18号的 国内确诊个案数 疫情重在区台北市 多达627例 新北市第二 543例 第三名就是桃园市 201例 这让桃园市府不敢大意 加紧脚步设置 第三处筛检站 一般那个老做的公寓 小肉腹米很多 有没有 你筛检的话 万一确诊来这边 现在你看一个竹梯 就人心惶惶了 你坐在这边 当然这边人要怎么升 一个筛检站 大概可以服务 大概200个人左右 有这个不恰当的地方 或者容易产生 这个抗性的地方 我们也会调整 所以我们会把它移到 田徑厂里面 就怕疫情暴风圈 再继续扩大 各地方政府上进发调 全面提高筛检能量 防堵疫情再恶化 环宇新闻桃园台中综合